欢迎收看老宝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跟水有关的惊悚电影 《水鬼》 记得巧巧看完《山春老师》以后 就对喝水留下了阴影 总觉得水里会混着主人美的头发 喝完你就会看见它 这部电影同样也是针对孔水症人群 很多情节都让人不寒而栗 故事要从美国的一个小镇说起 这个小镇最近接连发生少女失踪案 失踪的方式还十分离奇 都是被水鬼给抓走的 小镇就是其中一个倒霉蛋 她也被水鬼抓到了异度空间 好在小镇集中生智 插伤了水鬼逃了出来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一天女孩小麦在散步的时候 失足落水 在水里她见到了那只水鬼 从那天起小麦就患上了孔水症 连下雨天也不敢出门 朋友们为了帮小麦克服恐惧 就弄了个仪式 想要来个心理疗法 没想到这一弄可了不得 不仅差点把小麦溺死 还让水鬼陷了身 事后小麦疯狂地查找资料 还凭借着记忆 将水鬼的相貌画了下来 她想搞清楚 这只水鬼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一位大师告诉她 这只水鬼那可有来头了 总之 只要是被这只水鬼盯上了 那基本上就三个字 没救了 不过 大师还是把当年的唯一幸存者 小姨的资料给了她 通过资料 小麦发现 原来自己就是小姨的女儿 怎么说来 这只水鬼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呢 但由于小姨当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小麦没办法求证 就在小麦调查水鬼的时候 当时帮小麦举行仪式的朋友 接二连三地找到水鬼的袭击 有被袭击滚筒里伸出来的手抓走的 也有被撒在桌子上的水给吸走的 小麦循着线索 找到了小姨当年 失踪后逃生的地下室 也发现了异度空间的入口 但当她赶到的时候 还是没来得及就出朋友 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淹死了 小麦悲痛欲绝 此时水鬼突然出现了 但她并没有伤害小麦 似乎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女儿 小麦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毕竟你杀了这么多朋友 还看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怎么也得替天行道 大意灭亲呢 杀死了水鬼之后 小麦逃了出来 现在的她终于克服了对水的恐惧 她来到小姨的面前 告诉母亲自己杀死了水鬼 但母亲却一脸惊恐地告诉她 水鬼是杀不死的 花音刚落 小姨的身后就出现了水鬼的身影 电影也随之结束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种杀不死的终极大boss 一直有种莫名的好感 就像看死神来了的时候 觉得那个打不破的死神魔咒 非常的刺激 可能是由于欧美电影 主角光环和英雄主义 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偶然间看到这种 反套路的反派 就觉得很新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老豹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豹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